有均勻盤曲在光滑平面上 每米的1.2公斤 我們稱為限力度 每公尺1.2公斤 如果將其一端沿水平方向 它的速度等於4.0公尺每秒 則在未完全拉完之前 這個拉力多少 我們知道這裡的拉力會等於這裡的拉力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算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把對象定在這裡 因為這一段它是等速的 所以這個拉力 這個繩子張力跟著拉力是一樣的 要等速運動 所以我們現在算這個力量的話 等於是算這裡的力量 這裡的力量是什麼 是把這個質量本來是禁止的 它馬上變成了速度V 也就是這個ΔV有沒有 ΔV的話是從速度0變成V 所以這是等於V 所以這個張力給後面的這些禁止的 這個繩子的充力 LP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那個I 乘以多少V 就IV 那現在問題是I是多少 I沒給嗎 它只有給我們當的跟那個V而已 我們知道I點多少 我們叫Dm除以Dt Dm就是在Dt時間裡面拉出來的質量 那這個繩子它的線密度 搭配長度的質量是很Landam 它乘以DL DL是在Dt時間裡面拉出來的 也就是說繩子在Dt時間裡面被拉到DL 所以這個繩子跑的速度 所以是LandamV 把它帶進來 所以是LandamV給它 那這樣的話這個V就算出來 就等於1.2 那乘以多少 V給它4的給它呢 這樣多少 就等於16 乘以1.2 幾能頓 我們看好 2612 3 16611 所以是크분 這是19.20頓 19.21頓 19.20頓 19.21頓 19.21頓 感谢观看